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线上的家人们好 今天回见又来了 今天我们还是一样的分享月饼哦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非常古老又非常好吃 非常传统的月饼 那就是五人月饼 所需要用的材料 这个是核桃仁250克 这个是杏仁片100克 这个是西瓜子仁100克 这个是南瓜子仁100克 这个是葵花子仁100克 这个是冬瓜糖100克 这个是葡萄干100克 这个是花生仁已经烤熟了 150克 这个白芝麻50克 黑芝麻也是50克 还有这个是木瓜蜜茧 木瓜丁50克 那么现在我们来烘好这些材料哦 然后这个葡萄干要拿去洗一洗 要用派水去洗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准备来烤这个核桃仁哦 因为核桃仁比较大颗 所以我们要就是独自烤 不可以参那些小小的果仁起烤 等一下这个是烤不熟的哦 现在就开始来烤了 烤箱不容易了 用上下火160度烤10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把那个核桃取出来 就将这些小小的这些果仁哦 就把它排放好 然后再拿去烤 这个也是一样的哦 因为烤箱已经预热了 刚才烤那个 就用150度就好了哦 一次烤10分钟 还是烤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巴黄 就可以拿出来哦 每个人的烤箱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自行调整 过好它不要烧焦了哦 现在趁还有温度了 我们就来 这样子去掉它的皮 这个皮是会苦的 但是有一些是这样子脱不掉了 没关系 然后就顺便这样掰开它 大大刻的等一下吃起来 就比较有口感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等冷了它就很难脱这个磨了 我们这些瓜子有点烤好了哦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它倒在这个碗里面 等一下备用 现在我们还要来炒这个面粉 这个是280克 等一下我们要用4-250克哦 现在开火 然后开不要太大火 蒸火就可以了哦 然后要去炒 炒到这个面粉有一点微微的巴黄就可以了哦 因为我们今天要用的 这个是补了月饼 所以要加这个面粉在里面 等一下才会成团 我们这个面粉已经炒好了哦 像这样子有一点微微的巴黄就可以了哦 现在呢我们要将这个面粉的把它过筛 嗯这个银块要一粒一粒的 我们这个芝麻已经炒好了你看它已经有在挑了哦 现在可以关火了关火 把它搅一搅 现在呢我们的芝麻炒好了把它倒进来 还有这个是花生 也倒进来 这个后它已经把它搞干净了你看 有很多它的皮哦 把它搞干净倒进来 哦好多哦 我看到这个 这个碗它还要混一个哦 太小了哦 把它搅进来之后我们再换等一下 现在呢我们就用这个比较大的碗 好像这些豆子 把它倒进来还有这个面粉哦 刚才去炒的时候280克 现在在秤哦 只有250克 它它也是会收水的 把它倒进来一只搅 搅进来了把它放在一边备用 现在呢我们要来操作这个饼皮的部分哦 饼皮的部分就是将这个盐3克倒进来 这个汤加是280克 很臭哦 这个盐水30克倒进来 你看盐水倒进去看来盐水就比较顺一点哦 好神奇哦 再将这个是100克的油倒进来 这个呢要多搅一会儿 让它整整的均匀了之后 我们再倒面粉进去哦 现在已经搅拌均匀了哦 我们可以倒这个面粉 面粉是470克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组呢 馅料也是刚好25克 然后呢这个饼皮也是25克哦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带上一个手套 然后下手了哦 下手了哦 这样子按 那那样几下就可以好了 这个不可以太久 再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这个按的时候就知道它已经均匀了没有颗粒在里面了好 这样就可以了哦 让它在这里休息半个小时哦 30分钟 然后把这个碗再煮 这样子封干 现在我们还要来操作这个 哎 给五人的馅料 这是它的糖浆270克 将这个3克的圆倒进来 还有这个是碱水10克 搅拌均匀 今天我们没有拌糖了哦 因为里面有冬瓜汤有葡萄干甜的 还有那个 那个什么 木瓜丁 木瓜蜜茄也是甜的哦 还有加这个是10克的白酒 还有增添它的这个香气 好香哦 嗯 这个油是80克 植物油 花生油也可以 还是其他炒菜的油都可以了 而且如果你喜欢啊 可以可以用那个猪油 等下会更香 这样子就均匀了哦 然后放在一边备用 来 将这个冬瓜汤我已经把它切好了 切了这样子一个丁一个丁的哦 这个是水我们喜欢 如果你要碎一点也可以 但是不会太粗糯 太粗 等下要压压压顶的时候 就不会那么好看 还有这个木瓜蜜茄 等一下会很漂亮 这个葡萄干 刚才我拿去洗把它过滤了 把它滤干跟水分 全部无装 哈哈哈 戴上这个走套 然后再将这个糖浆把它倒进来哦 哎呦 这个味好壮 很香 我看还是不可以哦 用手比较好 直接 现在你把它搅匀哦 这样子就可以了哦 我们要这样子 一按它就成团 然后一一捏它就散开 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成本刚刚好好香 现在我们要来秤哦 一个月饼是100克 现在我们要秤这个 它的线量是65克 然后皮是35克的 如果你们不能包 那就是皮 40克 馅料是60克的可以 我可以包现在这个是65克的 这样子哦 它拿的 这样子按得紧实一点 才不会闪掉 你看 它圆圆的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哦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要来操作这个饼皮了 现在这个桌面上 剩一点粉 然后再把它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切 一个35克的 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秤这个13 一个35克 我们把它搓圆 然后放在这里 全部我已经把它搓圆了 现在我们要来包了 把它放在这边 这边有点粉的 我这样压 再拿一个馅料 刀板 这样的推 尽量将这个空气 挤出来 好好包哦 好像在玩耍 拍一点点粉不要太多 虽然是这个皮是35克 嗯 那个是馅料是65克 但是 好像很薄哦 又看到里面的东西 然后将这个 要抹去把它套上 尽量压得平衡一点 这样要 这个呢 要压久一点 因为它很硬 这个馅料很硬 不是像豆沙人的 他有看到边边跑出来 这样子我们要再把它 这样子 然后再压个位置 这样子就没有了 来把它取出来 美美的 五人 我在这边 这个啊 这个盘子已经手上 可以手上油了 来我们来再做一个 我相信大家已经看习惯了 会真的视频 尤其是最近的 作业饼的视频很多 看到看到 看着看着 现在大家已经 变成这个 做叶饼的高手了 哈哈哈哈 来 起出来 嗯 美美的 让我把它继续的做完哦 叶饼已经包好了哦 美美的 然后 要拿去烤上这些 喷一点水在上面 等一下烘出来 它饼皮比较漂亮 嗯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我已经将这个 无人月饼放在烤箱里了 时间是7分钟 火力是 225度 上下火没有开风扇 每个人的烤箱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自行调整哦 7分钟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 把它调在中层 当然是下层哦 现在是中层 烤到它的颜色有一点微微的八黄就可以了 大概是五六分钟吧 现在我们的无人月饼拿出来了 等一下 它冷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扫蛋黄了 现在我们可以来扫蛋黄了哦 这个蛋黄就是因为我们在煮比较多 要两个蛋黄 然后加一大汤匙的水 把它搅进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扫了 拿一个 如果有这个蛋液卡在这个西风啊 我们要把它扫出来 因为这个模具它比较深 所以我们这样扫的时候 有蛋液卡在里面 这样子把它扫出来 等一下烘出来 第二期去烘烤 才会美美的 上面扫好了之后 我们再扫这个边边哦 这个是要看仔细的 要不等一下有这个蛋液哦 扫好了之后 我们再把它放在原味 因为已经扫蛋黄扫好了哦 我再次把它送进烤箱里 现在在中层 一样的上下火 但是时间 只有五分钟还是烤到上色就可以了哦 够好糖不要烧焦了 我们的月饼已经拿出来了 美美的颜色哦 等冷了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收进有盖的盒子里面 等明天还是后天 回油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吃了 我们的五人月饼哦 我已经把它切好了 好美 是不是 你们要吃嘛 要吃进去做 我相信大家看完这个视频 已经学会了怎样来做这个五人月饼哦 那么现在我要来试吃了哦 美不美好美哦 为你吃一口啊 满满的果仁的香气 好好吃哦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视频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不要忘了订阅点赞 还有分享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拜拜 小个夜晚总是很漫长 小小的冷风还带着寒暇 一个千里你深处在他乡 苦苦只为我独自去品尝